我叫门巧琳来自辽宁省 因为春节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所以每一年我们这些在大城市工作的人 都会急急忙忙的去赶回老家去看望家人 今年春运的时候特别的拥挤 你看到人这么多 我买这个票就是我家先生都抢了好多天才买到的 我的名字叫消防员 今年26岁 然后之后在深圳打工 出生在良宁朝阳 然后之后呢 昨天晚上大概7点钟坐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 从北京住一晚 今天在坐大巴车 从北京到我们朝阳市 大概需要6小时 在今天晚上6点到7点的时候就可以到家了 我叫张燕来自河南 再过6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 过春节的心情特别好 在2018年对我的成长了经历了特别有帮助 但是我对巴巴巴有信心 我爱他们 而且我相信未来会发展更好 路上可能也要30多个小时吧 反正心情移动也受得了 今年春节火车票好买 很好抢的 反正回家去跟父母去团圆 跟儿女团圆心情也很移动 因为春节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都想回家团圆过年 所以此刻心情是非常好的 很快就能与家人团聚 我在上海工作5年了 今天踏上这个列车 应该要坐40个小时差不多吧 回家嘛 我们也是一种传统的嘛 回家去看看老人啊 让他开开心 我们也静静孝心 每年只有只能回家一次 然后就在家待 大概4到5天就要出去继续工作 然后之后每次回家的心情都是特别的高兴 其实我们这些外地人呢 在北京工作的呢 就是小到三五年的 大到十多年的 甚至有人二三四年孩子都是在这边成长起来的 那么应该说呢 就是对这个城市又有很多的感情 但是呢 我们又不完全同属于这样的城市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应该说希望下一代更好吧 太多年了 希望大家才能吃 微观看 就像你的伺候 那边